來自星星美食有我主持陳俊偉 今天的嘉賓就是Emily Kwon 大家好 剛才我說的很開心 K11 Museum那邊的下午茶 是呀 我想我會等到人潮少一點才去 因為我怕我吃不到一套下午茶 我喜歡吃那些大的Cut Cake 但我不喜歡吃很多Mousse的甜品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明白 我們的口味都相似 其實我覺得都值得去吃 都可以去經驗一下 而且店舖的裝修這麼漂亮 雖然據聞去預約三個月都爆發了 那你walk in 可能是另一件事呢 我們walk in 為什麼會是另一件事呢 是因為大家都明白 大家聽眾們聽到這個錄音節目的時候 已經不是那件事 就是因為尖沙咀始終有很多活動發生 所以據餐廳說 很多客人預約了沒有來 所以walk in 有時候會有位 那沒有的 你如果去那邊的商場走的時候 就順便去看看 也可以 還有他們其實有個好處 因為我很老實說我沒有去過那個商場 因為據聞那個商場很大陣味 我知道哪一種味 就是K11的那種味 也有很大的音樂聲 但是因為本身Fall & Mason這一家 181這家咖啡店 是另一個門口不經商場 他在酒店樓下的感覺 所以他們沒有那陣味 我去K11的那陣味 那陣味的那陣味 是吃下午茶的 因為很多外國的雜誌都會有報道 甚至外國最著名的wallpaper雜誌 都會去封面 你在這裏置身其中的大堂裡面 吃下午茶 你抬頭一看就覺得 嘩 真是挺厲害的 裝修 但是我覺得 怎麼說呢 看看這張照片 不如 我覺得因為這個商場 它有時很overstuff 始終香港地少人多 有時做商場的主管 他們決定一個決策 有時都可能以賺錢為目標 所以譬如你看到這張照片 就是他們的Artisan Lounge下面 其實不知為何他們的Artisan Lounge 要分開兩塊 一前一後 中間就插了一個pop-up store 是Givenchy的 我知道pop-up store這個品牌 在那裡開當然賺到錢 但是令到我覺得 Artisan Lounge的環境 好像斬開了兩塊 我感覺到是差一點的 那個感受 但是Artisan Lounge這個地方 的餡茶是很出名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一個 每位1688 每位1688 1688 那個TZ 近期是很多人爭議的 每位 是的 我看下一張照片 這個 我點那個 就不是1688 是1688 現在在我這個餡茶 後面那兩個人 在吃那個才1688 那1688的餡茶吃什麼呢 因為它有和牛 有大量的黑蟲露菌 還有有不知的魚子醬 之類的 有龍蝦 所以你如果吃1688 這個價錢 一個人的話 它會盡量給我 昂貴的材料給你吃 那買不買呢 每個人的看法不同 你有多些閒錢 你就幫襯 前一陣子有份報紙 英文報紙 香港那份 它寫了一篇文章 就說 在我這個動盪的時勢 是不是應該 我們還需要這些1688 那麼貴的餡茶呢 其實我也沒有說是否需要 但我也是 算我直言 我覺得它是說兩件事 其實比較不了 其實是報紙為了做 Sensational的新聞 是 所以 其實沒關係 也算我直言 我覺得這樣的報道方式 其實是挺令人討厭的 對我來說 我也是傷害了別人的餐廳 是有些令人討厭 為甚麼呢 因為你放它上台 我覺得 我覺得我不管是餐廳 或者有沒有放上台什麼 而是這件事 是擾亂了讀者的腦筋 也是的 混淆了視聽 對 混淆了視聽 很明顯 我跟你說 非洲的小孩沒有東西吃 你還去吃飯嗎 其實是兩回事 你不能混為一談 你不吃飯 但不代表非洲的小孩 也有救 是啊 同樣地 你下午茶不供應 那現在是不是天下太平 又不是 所以不可以混為一談 所以其實是 新聞的sensational角度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為甚麼那個人會這樣寫 因為大家都吃 大家上網可以看一看那篇新聞 不過是英文報紙的 Anything 我們看一下照片 就是當時我本來有機會吃1688 誰知坐我後面那位白領先生 就叫了 他被我早叫了 我親眼看到他在吃和牛 就是黑松露菌 他整個碟都是黑松露菌 有很多男士在那裡吃 還有因為他每吃 所以可以一個人吃 還有 孤獨的美食家 當時是一個很平常的 星期二、星期三 下午 有些人就最初質疑 在一個商場中央那裡吃這麼貴的東西 其實好像用餐環境不夠美 不像科的Mason 很美 這麼美 或者自成一角 有門幫搶價 那天賣光 這個1688 所有套餐都賣光 所以我被逼吃便宜那個 我便宜那個是7、8、8兩個人 就是正常下午茶價錢 那些東西好不好吃 我們看下一張照片 這個就是那個套餐 其實樣子是漂亮的 它有個鉤吊著了 像個鳥籠一樣 所以我發覺 在商場的人 逢經過會看過來這個鳥籠 然後就會問一下 有沒有桌子可以訂 或者可以吃 我發覺原來坐在這個大堂裡吃 是真的會吸引到其他人的人流 你不要說用餐環境 一路八百抵不抵 但它事實上是有效的 我應該這樣說 香港人我們都很膚淺 因為這樣沒有的 有時候你對於下午茶不認識 你很好可能不會默默 進了一間店去訂位 你見到別人吃 好像吃得多開心 你就會覺得 我都可以試 所以其實是抽效的 那個strategy 其實鳥籠是漂亮的 拍照是漂亮的 怎樣都是漂亮的 甚至有份雜誌 都是很不道德的 他說這個叫懸浮 其實是吊起座 我心想如果吊頸 我是不是叫懸浮 懸吊 什麼都可以說 我都逐樣的食品都慢慢吃 我覺得有些東西都可以的 因為以它七八八個價錢來講 你兩個人會人三百多 就蒸上下午茶 於是你就可以和其他酒店的下午茶 比較一下 下一張照片 就是他們一個鴨肉三文治 都挺帥 下一張照片是一個山的吞拿 就略略焚過四邊 再加一些芝麻 那就是漂亮的 另外下一張照片 就是一個牛油蛋糕 一個brioche麵包 再配一個黑魚子 再配一個金箔 這些就要來上鏡 漂亮的 然後下一張照片 是一個紫薯批 這個我就覺得很普通 但畢竟它的賣相都是漂亮的 那其實它真的是以賣相先 我覺得 其實下午茶一向都以賣相先 嗯 都是 它整個龍都是 當然 你問我 我喜歡吃傳統的英式下午茶 要果醬很漂亮 要cream很漂亮 要skone很漂亮 但賣相這件事我了解 因為現在大家都喜歡打卡 但可能也是 但我覺得風格又不是我喜歡 喜好的風格 對 他們時尚一點 因為太花肇 太嬌肇 我又接受 我覺得味道也很重要 下一張照片 我覺得它那個小黃瓜 就是這個青瓜三文字 我覺得做得很漂亮 味道OK 它的用料也很漂亮 是 是 還有賣相很漂亮 下一張是它把 翠奇蘑菇蛋糕 用雪條棍插著 我覺得是帥仔 適合小孩吃 但我不太適合 我覺得普遍來說 它的甜品OK 你說有沒有驚喜 又不算有 但賣相很漂亮 下一張就是它兩個macaron 水準是OK的 再下一個就是它們很引以為傲的 用三式打印 用3D打印技巧做的朱古力 那朱古力的形狀 就根據它整座K11mc來打出來 那這都是噱頭的東西 是啊 我想食味是正常 但是噱頭的東西 正常 下午茶呢 反而我茶很喜歡 這個是我點的中式茶 我覺得茶是認真的 我其實覺得喝下午茶 茶味很重要 是 而它是選得好的 是 所以為什麼剛才你說 Fallen & Mason那邊 我都強調 原來可以選兩款 真的好得爆 是啊 它無限的坐下去 如果茶好看的話 是的 而且茶壺很漂亮 這套我們喝中茶 下一套是西茶 我朋友喝的 茶壺真的很漂亮 看看 是啊 是啊 還有夠大湖 你可以慢慢喝 唯一我覺得 我有點失望 其實很多東西我不是很期望 很高的 我覺得OK 那樣東西 唯一真的失望 就是Skunk 這件事很大件事 下一張上 Skunk 好像生生地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她的Skunk 質感太濕 對 是不是黏口 是 黏牙黏牙 不熟 我試試反應給她 其實香港 也是 昨天我們很有吃飯 英國很容易吃到好吃的Skunk 甚至乎美國 美國也吃到好吃 但香港不知道是否濕度的問題 往往都會製作成這樣 但烤熟這件事不是很難 我也不會這樣看 但我想濕度影響了她的決定 但你也看得到 你這張照片跟我剛才拍的Skunk 兩件事 都幾不一樣 好像駕駛五分鐘至八分鐘 我不知道 我也不是控陪達人 因為我很討厭吃麵包和蛋糕 是黏口的 黏牙 黏上顎那些 是我最討厭的東西 而它發生在我身上 而且我看你是整罐的果醬給你的 它是小罐 只是特地放進去 我知道 但我也會推薦 是真的拋出來 一斗斗 我覺得很漂亮 因為這些罐都阻礙了 你明白嗎 因為用匙巾拋下去 其實那個罐又小 匙巾又不算大 不算小 那你就很阻礙了 而且會很環保一點 如果你自己調配出來 很難拔 你明白嗎 有些位置放進去 很friendly 二來我是一個 吃的時候會很任性的人 我會加多些cream and jam 你又要拿到 這個阻礙我 而且最重要是cream 不是很好 反而玫瑰花瓣 果醬 玫瑰花瓣味是足夠的 只不過是沒有什麼果肉 它是cleanse得比較厲害 但是我覺得這個部分 它應該要 improve 如果你有一個人三百多元 OK啦 帥哥 試了 這樣 五百多元可以吃得更加好的 有些朋友 他們一定會選五百多元 因為我們有些朋友 覺得錢不重要 因為昨天也有一點神奇 一件事 坐在我們旁邊有一位女士 自己一個人來吃 她又很開心地吃 但是我跟朋友點食物的時候 她就聽到我們問那個侍應 其實那個侍應是 我不知道她是未熟悉還是怎樣 她又有些東西回答不到我們 但是這位女士反而她就馬上回答到我們 她就馬上問 她說你是不是想問這件事 我知道 她就告訴我們 我們就覺得很好 好 麻煩你 她是不是製作主管 不是 她說原來她是Volum & Mason的忠粉 她是忠實都不得了 原來她之前在英國讀書 和做過幾年 所以她說她很喜歡 她知道香港開了 她就馬上訂桌來吃 那她有沒有失望到 她沒有 她很享受 那真的很好 是啊 她很開心 中間也有跟我們一邊說話 我覺得飲食咸茶朋友 杯茶和香蕉 如果適合的話 其他東西是可以比較適合的 還有她說她是有情意結的 她很老實 也是 而且喜歡Pollum & Mason的人 通常都未必喜歡Hard Royce 我就是那種人 你明白嗎 去到Hard Royce就秒針秒蝕 但Pollum & Mason就覺得 挺好的 是啊 因為真的很傳統 我覺得現在可能他們 真的都是事業階段 有很多東西都需要改善 那Hard Royce也是要的 也是要事業階段 但整個環境和食物都是美麗美換 是啊 所以K11 Museum 有沒有其他餐廳可以推介 應該有的 應該有的 我們再了解一下 我們再了解一下 下次我們再下一個回合 我們再說 下一輪不如說說聖誕的事 當然好 我很期望 想有一些開心 但我不是特別想慶祝聖誕 但我覺得香港人應該有少少時間 可以放鬆一下 也是 以往我對聖誕我不重視 而今年我覺得 如果聖誕大家可以放鬆一點 那就是我們的底 你明白嗎 因為每一天都有一些 很不開心的消息 我們看看第四個檔案 每年聖誕都有半島 都會出很多不同的小東西 尤其是這個countdown的東西 每逢在這個 一開始 外國有一個傳統 每天就countdown 打開一個小箱 拿一個甜品出來 然後每天就打開一個東西 就剛剛打開到30個 大約 通常是24號 24號 是的 25號開始countdown 11月25號開始countdown 24號開完大概30個 有些是1號開始 是嗎 這個應該是25號 我們打開看看就知道 打開看看 下張照片 麻煩 這個幾號開始 這個都是1 你看到1 也是 不過沒有的 這個禮物 通常都是這樣會收到 讓你可以自己計算 這個是你收到的版本 那裡面的食物 你有沒有碰過 我沒有 我很乖 我會跟著1號才開始 我了解 而我收到下一個禮品 這個是更加立體的大型箱 好像一間狗屋那麼大 貓屋 應該說 所以我收好之後 我收到那邊的朋友 立刻說 你的箱要不要 麻煩 因為大家都猴住 漂亮 下張照片 就是打開了那個設計 真的漂亮 這個全部都是一個小小的抽屜 即是抽屜 這個 你頂的紋理 說真的 如果吃完裡面的糖果 餅乾 茶葉之後 要來擺精品是OK的 擺精品 或者擺一些濕碎的東西 或者小東西 類類的小東西 或者文具 文具都OK的 總之那些很喜歡聰明的東西 是漂亮的 我覺得這東西 半島舖子 但起碼你看到 就算我還沒享受 享用裡面的東西 都會開心 是啊 覺得嘩 看到都開心了 有時候那些糖果的東西 你不會吃那麼多 是的 但這東西是為大家帶來開心的 不是 我給我阿妹吃 了解 好 那下一張照片是什麼來的 你拿著 這一張很重要 就是Chef Ringo 預備的聖誕美食 你說清楚 Chef Ringo是四季 香港四季酒店的餅廚 是的 那怎樣 這個會不會遲些拿出來賣的 它現在已經有了 已經有了 下一張照片 然後就是肉桂卷 做出來之後 倒霧之後 是的 一路製作的肉桂卷 因為他們現在 我們一路看 放在大堂 就會發售 我很喜歡吃肉桂卷 是的 我也很喜歡吃肉桂卷 因為台灣很流行肉桂卷 其實香港也有很多地方賣肉桂卷 但水準真的很差 有些太甜了 太硬了 下一張照片就是他做出來之後 你覺得他的口味如何 他會不會太美色 都不會 我覺得 因為我個人 我對Chef Ringo很有信心 因為他做事很細心 很謹慎地處理 我覺得一個餅廚應該要 下一張照片就會見到 在Four Seasons哪一份賣的 大堂 大堂那裡賣 25元一個 其實以Four Seasons的出品來講 25元這個消費簡直是不能自信 因為現在屋邨麵包店 都十幾元一個麵包 現在可能是貴的 何況現在是好吃的 25元 是啊 當然這個是拿走的價錢 明白 再下一個就是他們的南瓜鬆餅 是嗎 他們有一個是薑和南瓜的鬆餅 下張照片 說真的有很多南瓜 是呀 下張照片 撕開影就是這樣 明白 也是在大堂那裡賣 因為他們現在有一個聖誕節的counter 明白 到時大家盡量去搶賣 我覺得是可以 例如我之後會開家庭派對 或者去朋友家玩 可能真的可以買一搭 沒有的 你貴卷我間中都可以拿好餐 是啊 會開心 好 接著要聽首歌回來繼續 好 這是Frozen 2電影的主力曲 是呀 你看了 好看 我們待會回來再聊 聽首歌 Into the unknown 待會回來繼續我們的節目